而指望港股後市,互聯網龍頭股在反彈過後再次回軟,再加上人民幣升值是放慢了 港股在過去幾個交易日是回落,而A股星期二下跌,但境外投資者通過互心股通仍然錄得淨流入 與其港股繼續紮幅上落,短線的阻力維護在100天線,大概在29016左右 中國今天就會公佈一些通脹數據,這是市場關注的焦點 港股通星期二錄得18億元的淨流出,其中騰訊美團和小米這類主要龍頭科技股份遭到淨拋售 而市場消息指出蘋果和比亞特在汽車電池供應方面進行盒商,而旗下的電動車五月份銷售都是強勁的 比亞特股價星期二是進一步上漲 事實上中國的電動車包括在美國上市的電動車股近期都是大幅反彈 不過由於比亞特近期都顯著累積了比較大的升幅,所以我們建議投資者等待調整機會才收集 今天的個股推介會說回吉利175,吉利公佈了五月份的銷量數據,按年減少一乘二 主要是由於舊款的車型銷售貨門以及芯片供應短缺問題導致產量減少 不過吉利管理層早前表示是有信心達到全年的銷量目標 同時預期芯片短缺問題將會在第三季開始緩和 而另一方面,吉利下半年將會推出包括純電動車在內的多款新車型號 初步的市場反應都是不錯的 我們預計會可以支持吉利下半年的銷售加快 基於投資者收集,目標價是24元,指示價是20元,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牌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隸屬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互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僱員、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該不負責